解析函数 我们讲解析函数 它有一些零点的性 就是说你一个解析函数 它的零点如果在斗面里面有一个据点的话 这个函数它就会变成横等于零 就说说它有一个据点 所以今天我要下降一个定义 就是说你 let D be a domain in C 所以 D 它是 C 上的一个 domain 然后 E 它是 D 的一个子集合 那我们说 我们说 E is a set of uniqueness 我们说 E 它是 a set of uniqueness if Fz 等于零 if Fz 等于零当 Z 属一的话 by implies imprising Fz 等于零 对于 Z 属于 D for this cholomorphic function 我想佛这个我把它写到这边来 所以我们说 E 是 D 的一个子集合 我们说 E 它是一个 set of uniqueness 如果你对解析函数来讲 你 F 如果在 E 上等于零 那它就会强迫你这个 F 在整个 D 都等于零 也就是说你这样子的一个集合 它其实基本上就已经决定了 你这个解析函数它的一些行为 你这个解析函数只要在这些 这个集合上等于零 那你这个函数就必须横等于零 所以这个集合它对解析函数 其实是有很大的那种影响 就是说你这个函数在这种集合上面 它的行为怎么样 大概就已经决定 它在整个 domain 会怎么样 所以你如果按照它这个定义 就是说你这个 set of uniqueness 那我们上一节课讲的那个定义 就是说 any point sequence any point sequence without an accumulation point 或者是 limit point in D 就是说你 any point sequence without an accumulation point in D is a set of uniqueness 所以你如果在这个 domain 里面 就像这样子 你如果有一个 domain 然后它上面有一串点 那这一串点它在 它在这个 domain 里面 有一个句点 有一个具体点 有一个句点 你必须要在 domain 里面 它往编列上走 这个不是 你如果往编列上走 这个不是那个 set of uniqueness 比如说 比如说你这个 sin in pi z 它这个函数它不是很等于零 但是它的那个零点 会往无穷大走过去 也就是说你 sin in pi z 它有无穷多个零点 但是你这些零点 在那个 c 上没有句点 因为你这个 sin in pi z 它是一个整函数 它是一个 entire function 所以它即使有无穷多个点 可是它的零点 不会聚集在 c 里面 它是往那个边界走 那边界在这边 应该就是指它 往无穷圆点就走过去 所以并没有违反 没有违反它这个定理 那所以上一次的定理说 你认了一个 sequence 它如果在这个 d 里面 有一个句点 有一个 limit point 那么你这个集合 它就是一个 set of uniqueness 所以你一个函数 它在这个 sequence 上面等于零 它就很等于 它就很等于 因为这个上一次都已经正过了 那这种现象 当然你在绿友的世界也是没有的 那这个 所以你认了一个 point sequence without an accumulation point in d 那特别的呢 你特别的就是说 你这个 domain d 它每一个 open subset 都是 set of uniqueness 所以就是说 你any open subset of d is are a set of uniqueness 因为你认了一个开集 认了一个开集 认了一个开集 里面有很多点 当然很多点 而且你基本上那些点 它自己都是句点 因为你有open set 然后它里面的点 每一个点基本上都是句点 所以你一个函数 如果在一个 open subset 上等于零 那么它当然就很等于零 因为它是一个 set of uniqueness 所以你若从它这个定义 那你马上又得到 就是说在负辨分析里面 我们常常会用的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我们在使用上 虽然说它其实很简单 但是我们常常用 就说identity theorem identity theorem 我们翻成中文就是横等定义 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就是横等定义 那横等定义它指的就是说 if 就是说你let let这个f跟g 它属于这个holomorphic d d当然 我们如果没有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 domain 所以d d它是一个 domain 然后你在这个 domain上 有两个横等定义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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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等于g on an open subset of d 所以假如你f跟g它在一个open subset 等于d lan f 等于g on an open 所以它这个其实是一个 比如说你从前面它这个set of unity 这种观念来看 它其实是蛮直接的 它就是说 你有两个解析安数 它如果在一个open subset相等 那么它在全部就相等 因为你open subset 它是一个set of unity 所以你两个函数 两个解析函数 在open subset相等的话 那它就是说它在一个set of unity 是相等 所以你只要考虑 考虑这个f-g就可以了 f-g它也是一个解析函数 所以它 你f跟g在那个 这个open set相等 你那个h在open set上等于0 等于0 因为它是一个set of unity 所以你h在d上就横等于0 就横等于0 所以表示f就横等于0 这个定语我们在这个复辨 我们把它叫做identity theorem 它证明证明就这样而已 就讲完了 它就是从这个 从那个set of unity 这边过来 那可是它这个 这个东西我们 我们在 就是说你在做复辨的时候 常常会用 就是说会用到这个性子 就是说它这个 只要在一个open set上相等 那它就相等了 就没有什么余地 它就只能相等这样 所以刚刚我们说 你这个set of unity 其实就是说 你这种集合 它基本上就会决定你解析函数 它的行为这样 那同样的就是说你在瑞尔的那种世界里面 在十变高维 完全没有这种东西 你不可能有这种东西 这个只有存在于这个 互变的世界里面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那那这个是因为我们上一次讲的就是说 你你考虑这个解析函数的零点 所以它随之出来就是有这个 set of unity 这个观念 所以你一个解析函数 它的零点 它的零点 假如你这个函数 它不是常数 不是很等于零的话 那它的零点 就是说第一个呢 全部都是古典 第一个它全部都是古典 那第二个 你这些零点 你这些零点 你如果知道这个解析函数 它这个零点的行为 那当然 假如说你对 你对数学比较有sense 还是说你比较有感觉的话 那你可能就 就会反过来问 因为你刚刚说一个非零的那种解析函数 那它的零点 在朵面里面 它是没有据点的一串点 这样子 对不对 可能有无穷多个 那当然也可能只有有限格 那也可能有无穷多个 那你可能反过来问 那假如说我们在朵面里面 在这个朵面D里面 我事先 先在这个朵面 给你一串点 但是没有据点 我先给你一串点 随便给你一串点 可是这一串点 在朵面没有据点 那我们反问 你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解析函数 它的零点 正就在这些点 那我们反过来问 你这个东西是 你直接从解析函数下来 但是我们如果反过来问的话 就是说我如果先选定 抖面里面的一串点 但是它没有据点 那你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解析函数 那它的零点就在这边 就在这些点 那这个其实是 就是说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它是对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会把它写在这边 可是我们不会去证它 因为它的证明已经超出这个课存了 就是说你这个 那这个定义通常我们是 就是说 是那个Wheelstruck Wheelstruck它 它那个证出来的 Wheelstruck的Factorization Theorem 它就说 你let it be a domain in C 然后你let这个ZP be a sequence with no limit point 这个你要特别注意 no limit point in D for eachK for eachK for eachK 就是说你这个K associate ZK with a positive integer NK there exists a function horomorph在D Such that the zeros the zeros of F are exactly are exactly 这些ZK with with multiplicity with multiplicity MK ZK 那这个 这个定义它是Wheelstruck Wheelstruck它做出来的 它说 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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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Domain上面 啊 就随便选一串点 随便喔 那个ZK是随便 你随便选一串点 但是 我们必须要要求说 你这一串点在这个Domain裡面 没有据点 with a no limit point with a no limit point 但是你要知道 它这个 这个Sequence 它可能在边界有据点喔 就是你在Domain没有据点 但是它在边界可能 可能会有据点喔 所以 然后对于每一个ZK 对于每一个K 我们给它一个正整数 给它一个正整数NK 那么 Wheelstruck Wheelstruck 它说 那你就可以找到一个解析函数 找到一个解析函数 使得说 你这个函数 它的零点 the zeros of f are exactly ZKS 就是说 它的零点 正好就是这些ZK 而且 它在ZK的那个重数 就是你指定的那个MK with a multiplicity MKFZK 就是说 你一开始指定的那个MK 就是说 它在那个点 它到底有几个根 它的重数是多少 那Wheelstruck说 你可以找到 找到这样子的一个解析函数 那这种解析函数呢 它不是唯一的 它不是唯一的 因为你这个点列 你这个点列 它虽然是一个Sequence 但是 因为它在这个Domain里面 没有据点 所以你这个点列 并不是一个Set of Unites 它不是Set of Unites 所以你可以证明说 有这种解析函数存在 但是 这种函数呢 不是只有一个 它不是只有一个 它这个 这个并没有唯一 因为你的Sequence 并不是Set of Unites 好 那这个等于是说Wheelstruck 它回答了你这个反问题 就是说你如果先找一串点 没有据点 那么你是不是有一个解析函数 它的0点 它的0点只有在这边而已 所以你这个函数 它不是很等于0 它不是很等于0 这个你都要搞清楚 它不是很等于0 那所以Wheelstruck 它就回答了 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 这样 就说你这个不是很等于 那这个证明 没那么好证 这个所以 所以这个证明 我们就skip过去 就没有 就不证